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久没有和大家在空气中见面了, 今天我们有一个新的节目叫做《智潮女隐心》, 让我介绍一下这个《智潮女隐心》的节目主持人, 我们有两位女人做主持, 先介绍我的拍档, 大家可能很久没有在空气中听到她的声音, 就是蘇柔美小姐。 Hello,大家好!你好,蔡师母! 我们有机会大家可以从女人的角度去谈谈一些, 我们现今时代的女性, 怎样可以做一个更加出色的女性, 又或者怎样能够做一个懂得做的女人, 因为有一些姐妹跟我们分享, 现在做女人越来越困难, 但是又要懂得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女人, 能够活得开开心心。 是的,要平衡一些在各方面。 因为一直以来我们这个世界都有男人, 也有女人, 所以女人又不只是活在女人的世界, 怎样能够和男人和平共处, 又能够活得开开心心, 这是重要的。 至少女人的心, 我想是很适合现在这个年代, 因为记得, 如果你说以前的女性, 可能没有那么多事情想的, 乖乖地, 在家里照顾老公, 或者子女, 很乖就可以了, 照顾家伙也不要紧, 但今时今日的女性, 其实单单一方面, 可能未必能够做女人的欲望。 你说得很适合, 以前的女人只在家里, 一面一面, 总之好像长林嫂, 或者云梁, 总之就是吃苦, 肯吃苦, 在家庭里很好的上夫教子, 已经做好女人的本份, 但现代的女性, 原来又要是一份full time job, 然后回到家里, 又另一份full time job, 还有很多社交, 很多其他活动, 那怎样可以做一个出得厅堂, 入得厨房的女士呢? 我们真的要多多学习, 没错了, 不如我说个故事给你听, 好啊, 有故事听, 听说在印度,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这是印度的古老传说, 有一个造物主, 用月亮的光泽, 柔软的曼藤, 很幼长的芦苇, 和很芬芳的鲜花, 创造出一个女人, 然后把这个女人送给一个男人, 怎料一个星期之后, 这个男人就来哀求这个造物主, 请你收回这个女人, 因为这个女人, 没完没了, 每天这样说话, 我的精神折磨得要命, 结果一个星期之后, 有没有收回呀? 收回呀! 但一个星期之后, 这个男人又悠悠愁愁, 走到来做物主的面前, 又要求他送女人给他, 因为他说, 没有了他, 我的生命就变得很空虚, 很孤独, 所以希望得到女人的安慰。 那有没有给他这个女人呢? 又给他, 怎料三天之后, 这个男人又气冲冲走来做物主, 就说, 不行了, 他说你一定要收回这个女人, 因为他说, 真的不相信, 是, 他说, 我有了他, 他说我真的不能活下去, 怎料这个做物主就跟这个男人说, 很轻妙淡寫, 就说, 不过, 你没有了他, 你更活不下去, 那怎么办呢? 终于这个男人, 很无奈地自言自语, 男男自语, 就说, 我应该怎么办呢? 有了他, 我又活不下去, 没有了他, 我又活不下去。 其实, 我听完这个故事, 说真的, 我想很多男士里面, 都有这个挣扎。 是的, 到底你说, 结婚好, 要过老婆好, 还是不要过老婆好? 所以, 其实男女, 这个世界, 除了男人, 就是女人, 你说, 如果没有了一个性别的话, 可能没有那么多烦恼, 但是这个世界, 真的有男女的配合, 是一个这么完美的配合, 在这个环境之下, 我们怎么可以做好自己的角色呢? 在这一部分, 在这一部分, 我都很好觉得, 其实有男人有女人, 如果大家可以彼此尊重, 和彼此配合, 这个世界应该是很和谐的, 现在我们先不要强调男女要平等, 其實男女事實上很難平等 我心裏覺得為什麼要平等 不用平等 因為這個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不平等 不平等未必不開心 其實一個男人有男人的長處 女人又有女人的長處 只要兩方面是互相配合 互相尊重 用一個家庭來說 男人比較氣力大 所以女人千萬不要打算跟他打過 跟他說過 根本你打不成 但說的話 男人可能覺得不公平 因為他不夠女人說 所以一個男人氣力大 可能家裡有硬件的東西 鬥一下木 或者處理一下花園 又或者換筋膽 總之有什麼粗重的功夫 通常男人會很開心去做 女人做什麼呢? 女人細心 你叫男人會不會天天看到廁所髒 為什麼會看到廁所髒 只是女人 女人才會 但我們也要這樣說 這是大部份 你說得對 是不是? 凡事有例 對 仍然會看到有些男士主理家務 對 仍然會看到有些男士主理家務 對 女士就負責一大件事 但不重要 我覺得只要大家配合得到 大家開心 知道這樣的 就可以繼續下去 沒錯 雖然有例外 仍然有一些很細心的男士 亦有一些很大義的女士 但我們還是要說回大多數 我們這個節目叫做智潮女人心 當然我們要以女性角度去看一個問題 或者去解決問題 例如時代 你會發覺女人都已經越來越聰明 很多女人都讀到 不要說大學 例如碩士、博士都有很多 幾個博士位都有 沒錯 所以今時今日的女性和男人來說 很多時候不像以前那樣 是男人才有機會讀書 既然女人都很聰明 那就糟了 有話事權 到底誰話事 又或者是要誰給面誰 以前可能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 傳統上都是男士 即是說話事 或者是女人 完全聽完男士所說的 我們今時今日不是說不聽 而是如何在這樣的環境 自己可能已經有很高的學歷 或者有很多的經驗之下 仍然跟男士 或者你自己的另一半 和黑地仍然相處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 至朝女人心 即是時代的女性 我們要怎樣活得開開心心 有些秘訣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我覺得第一件最重要的 就是 無論女人有多聰明 請女人都要記得 在男人面前 都要給男人幾分面 對 因為我們覺得 一頭號 最重要的是 其實男人 真的是很要面 我們現在經常都說 大多數來說 我們以一個大多數來說 所以我們特別 第一件事 就是拿出來說 其實如果是男人 要面的時候 我們女人 就一定很懂得做 可能有些時候 你某方面是知道的 或者是給男人厲害的 但也要在他面前 收起自己的東西 還有 又不能隨便在他面前 說一些 他的瘀的事情 他的不對的事情 這真的很重要 一個男人 肯公開場合 被人看到的時候 不要說男人 男女也是 總是很想把自己 最完美的一面 可以暴露在他面前 自己的不好的事情 當然最好是 收起來 不需要公開的 但是 有時候 如果女人不懂得做 就在朋友 公開面前 談男人 又或者 把自己家裡的男人 那些 那些 魚的事情 或者那些 不應該暴露出來的 公開 令男人覺得很尷尬 這些就是女人不懂得做 蔡師母 我有一個例子 其實話說那一晚 我們都是幾對夫婦一起去吃晚飯 有一個夫婦請我們吃 我們其實都很開心 聊得很開心 因為有大約四對夫婦 我們八個人 聊得很開心 什麼天花 龍鳳我們都說 時事 但去到某個環節的時候 有一個女士 她真的不小心 就說了她先生 一些魚的事情 是很魚的 不知道怎樣 什麼倒垃圾 我都不記得 但說的時候 她又說到微飛色舞 但我看到她身邊的 她老公 那時候 臉色一層 其實都不是很好看 但她都不停 她還在繼續說 其實是一些魚的事情 當然是很搞笑 於是周圍那些男人 我們一起就笑了 但這位先生 我看到她 是急轉直下的 心情 我會覺得 很提醒 有時候 有些情況 你不要以為 我老公沒事的 OK的 但是 就是我們所說 在某些情況 小小就OK 如果你真的把自己的家 或者他有一些 那麼魚的事情 暴露在那麼多人面前 他未必能接受得到 對 所以這些 寧願不要說 一說了 就是收不回 我又說回同一個事件 某一個例子 有一次 我就去超級市場 就是超級市場 你知道西人超市 很多西人在這裡走 但同時我們也有很多唐人在這裡買東西 突然間我就聽到 有兩個廣東話的人在這裡說話 一個老公 一個老婆 這個老公 就要拿了一盒muffin 放在車仔裡 那位老婆就說 她說 你吃完才好啊 意思是說 我不吃的 你拿的話 你要吃完 那這個老公的反應是什麼呢 她馬上就說 當然吃完 難道全都扔掉 嗯 在那個環境 我聽到我覺得很尷尬 我覺得真的很失禮 我們中國人 我有一個例子 你現在這樣說 有一個更尷尬 有一次 在香港的時候 紅磡體育館 我們一起看完這場音樂會 其實這兩個是名人 我現在不說 大家知道她是做電影的電視 居然那次是怎樣呢 我們大約有十個人 就搭這個電梯下去 這個女人也不給面子 這個男士 因為她說 喂 你知不知道在哪層 我們大家都知道 咦 這麼熟悉 你們還說廣東話 那男士就說 我不知道 那女士也不給面子 那麼多人說 你拍車的嘛 為什麼你不知道 你現在沒有記性 一直這樣罵她 我就會覺得 這個電梯只有我們十幾個人 而且你們也有些公眾 大家都會認識的時候 她好像真的不給面子 她那個先生的時候 我覺得她一出電梯 這個老公就直衝了 她覺得很尷尬 你明白嗎 可能在家裡 這個女士也是這樣說這個老公 但是你在眾人面前 你不可能這樣 好像羞辱她 所以做女人 要懂做 就是在男人面前 要給她幾分免 不應該說話 就應該 收聲 各位聽眾朋友 我們現在都要收聲了 我們休息回來 繼續我們的下半部分 各位聽眾朋友 我們又回來了 首先我們剛才上一節 今時今日 《智潮女人心》 今天講到的題目是 如何做一個懂得做的女人 並在男士面前 上一節我們講到 最重要的是 給男人一個面子 給面子 特別男人很多時候 有一種帶領性 又或者有一種主導的權威 如果有一男一女 在到的時候 都是給機會的男人 做主導 帶領的話 他就會覺得 是好給他面子 尤其是有些男士 他的態度 或者他的職位 是多高下的時候 當然他在家裡 他會聽你話 你出去 你千萬一粒聲都不要出 起碼不會認到他的形象在外面 因為在家裡而受影響 蘇柔美 我又說一件事給你聽 哇 你這樣的笑容 蔡少女 這件事就是關你事 很害怕 有一次我記得 因為我和你的丈夫 潘偉強先生 我們有一次要出外公趕 出完差後回來 我記得你駕著車 來到飛機場接我們 你有沒有吵架 沒有吵架 原本是你駕開車的 你一下車之後 就立刻把鑰匙交給潘偉強 然後潘偉強會坐在車上 成為一個很大男人的人 可以繼續主導駕著車 然後載著你又載著我 在那個時刻 我想起 這些就叫做懂做的女人 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在一個時刻裏面 全部都放下主權 她說什麼就什麼 所以現今的女性 無論自己的條件 或有多厲害也好 始終男人在人面前 真的需要給面子 這個男人 老實說 如果當日我不在場 你繼續駕著車 她坐在你旁邊 我覺得也沒什麼所謂 但是因為有第三者在場 所以被她駕著 所以各位聽眾朋友 我們都要明白 當然也凡事有例外 可能有些男人不喜歡駕車 難得太太肯幫她駕車 但是坦白說 大部分男人都喜歡駕著車 其他人就跟著她 你這樣說 我又想到 當男人駕著車 當男人駕著車 坐在身邊的你 不要太多 阿知阿左 最重要 因為有一個例子 我發現 那次好像你這樣 我坐在後座 有一對夫妻又載我 但是當時 她平時的性格也是這樣 你這裡不是轉了嗎 那是左燈的 黃燈你還去 有沒有搞錯 前面你有沒有看到人 我說真的 我在後面也覺得 麻煩你 心裡覺得 其實真的 當男人駕著車 真的她主導的時候 就算她多走路 她有些事情她錯過了 但你不要當時 在其他人面前 直指出她 對嗎 沒錯 所以作為一個女人 我們真的要做一個 懂得做的女人 不過當然我都很明白 要女人懂得做 有時男人都要懂得做 也不可能女人 懂得尊重 或者給她位置想 而對方太過兇惡 又或者窄避 你知道男人有一樣 這件事也是很容易常出的問題 很容易會火爆 很容易會發怒 也不給女人面子 沒錯 始終女人都是人 女人不是她的勞卜 女人也不是她的附屬品 所以女人要懂得做 同時 其實男人也應該要懂得做 是的 因為在我們現在說 我們女人怎樣懂得做 其實最基本的 也是希望對方要尊重你 是不是 如果她說真的 她完全不尊重你 或者不當你什麼時候 又不可能要給面子 又要做所有事情 然後一點要求都沒有 我覺得是相負相成的 沒錯 如果我們又要談男人是怎樣 女人是怎樣 我又發覺很多事情要說 因為最簡單的就是 男人懂得做男人 女人懂得做女人 這個世界就太平了 舉個例子 男人如果明白到一個女人 她是需要被愛的 她需要好像一隻寵物一樣 是愛護有家 很關心她 很明白她 又很肯聽她說 男人如果能夠表達很愛 很關心的話 其實那個女人 為她死都肯的 但是呢 蔡師母 根據調查顯示 男性的特性 通常是粗心大意 沒錯 她未必 尤其是有些人 未必會認識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我聽過一個女士說 沒有的 我從來都沒有浪漫 她都不懂得浪漫 其實是她們結婚了幾十年了 我就會覺得 有時候可能某些人的特性 她真的不懂得浪漫 她在她身上不會找到這件事 但是會不會 我們對一些 可能沒有可能發生的事 特別多了要求呢 會不會在另外一些方面 去吸取她一些好處呢 所以我想就是這樣說 女人要懂得欣賞男人 男人又要懂得欣賞女人 浪不浪漫這件事 就是每一個人都不同 當初如果大家結婚的時候 明知道她不浪漫了 你也接受 當時已經是結婚的時候 這些就是面對婚姻的問題 不要有一種錯誤的期望 很多時候男女在婚姻裡出現的問題 就是因為有太多的期望 不過那些都是錯誤的期望 即是說一個女人 就會有一種錯誤的期望 就是以為老公應該很關心她 或者應該老公就要很浪漫 又或者應該老公就懂得送花給她 其實這些都是自己想的 對 另外你講到 蔡師母講到 這個夫婦 其實我覺得兩方面都需要 很大的包容 包容 包容 再包容 因為有時候 即是兩夫婦 一對一對 有很多小節 你可能真的看不過眼 但如果你把這些小節 都完全去計算的話 你自己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其實對方都覺得不舒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雙方要很認真去學習地 可能很多事情 你都要真的 包容她 或者是 overlook她 我自己有個例子 以前我就覺得 我先生說 為什麼那些臭物 會這樣丟掉系統 其實那時候就說 這些臭物可不可以 放進洗衣的basket 或者是整理 其實我嘗試過 我嘗試過說很多次 但到今時今日 都明然都是一塊東西 於是我就會跟自己說 我接受了 我接受了 其實要她 由一塊的物 變成直的 放進basket 可能有些困難度 對她來說 我包容她 體諒她的時候 我這件事 我唯有接受了 然後我幫她 整直她 放進basket 這些就是夫妻的磨合 總之 插完禁扁 你的期望是怎樣 經過二三十年之後 你就沒有期望了 不過我很喜歡你說的 包容這個termer 因為如果我們從積極的角度 就是你要去接受這個事實 你從積極的角度就是去包容 意思是寬恕接受 不是忍 沒錯 如果我們回到頭 可能也是同樣一件事 就是這件事她也不會改 不過我們不是包容她 只是忍 忍就糟了 因為我們中國人 忍這個字 真的寫得好 心上一把刀 你心上永遠插著一把刀 請問你痛不痛苦 而且她會加上去 你忍一次 兩次 通常是三次 四次 忍無可忍 為什麼忍無可忍呢 就是如果你真的把這件事忍 你不能夠真正解決問題 而你知道有個問題 而你又改變不了問題的時候 你可否用另一個角度 把它包容她 沒錯 所以始終都是我們要 知潮女忍心 收音機旁邊的特別是女士們 我們要學一件事 真的要懂得去改變我們的想法 反正事實你也是改變不了 不如改變我們的想法 不要有太多的憧憬 以為丈夫是會怎樣寵愛有家 原來這個事實不是這樣 那你就要接受 但接受之後 你不要覺得很痛苦 而是將它化為一種 都可以 都不是一件大件事 沒錯 所以改變那種想法 又會開開心心 其實我們這個至潮女忍心 除了女士 我覺得男士聽完 你都會有得著 起碼知道我們會怎樣想 其實女士都很想 用各種方法 做好自己的角色 沒錯 你說誰有頭髮想做 你呀 每個人都很想做完美的人 所以女人在男人面前 其實都很想做好人 是的 有時做不到好人 沒錯 還有有時好心做壞事 是的 心其實是好心做好 我為你好 我為你好 誰知道原來為好 就是令到她這麼好 沒錯 我為你好 意思就是說 譬如老婆說 提過老公出門記得帶傘 又或者你記得穿件衣服 老公可能就會覺得 你不要這麼囉嗦 對 暗暗沉沉做什麼 其實女人的心 就是為老公好 但是因為大家不明白對方的需要 又會產生一些誤會 所以女人在這方面 原諒她包容她很重要 另外我想提到一點 其實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不單止對老公 對很多人都是 不要人給別人 因為當你真的要人給別人 你看看誰的老公 他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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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聽起來真的很硬易 對嗎 當然 每個人都是很unique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 有自己的短處 又說一個故事給你聽 好啊 曾經有人怎樣形容我們做人的人生呢 就好像一個人擔著兩個螺 前面一個螺 後面一個螺 不過前面的螺 總是放著自己的長處 別人的短處 後面的螺 總是放著自己的短處 別人的長處 所以我們走這條人生路的時候 經常見到自己有多好 人家有多差 其實做人要平衡 所以我亦都覺得 你怎樣看到自己的短處 其實有時你有些自己的朋友 或者跟他們更多溝通的時候 讓你朋友說出你有什麼短處 而不要反感 而真是去思考 原來我在某方面真的有所欠缺 會不會可以改進到 沒錯 所以志潮女隱心 就會和大家如何探討 如何做一個成功的人治 懂得做的女人 或者如果收音機旁邊有男士 他們都可以學 如何去明白女人 而成為一個懂得做的男人 對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對 所以下星期同樣時間 我們繼續志潮女隱心 拜拜 在某方面 會不會有些人 在某方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